房市在跌下去之後 是什麼時候開始跌呢 還是不知道 但最近的量已經出來了 肺市預售交易量腰斬六成 房仲警示還有18萬戶的賣壓將到 這個是實際的數字 不是用感覺來說的 我們今天的主題還是回到說 到底是哪裡在拋售潮 還是要告訴你 六都啊 每一個都都有它拋售的原因 跟發生什麼事情 準備好了嗎